让大家非常不方便 那在这里表达 对大家最大的一个歉意 卫福部长陈时中 17号整场记者会开下来 两度为50到64岁族群 暂缓施打造成大家不便道歉 但疫苗数量不足 他还是坚持当初的判断没有错 23月在3月去 看到整个的一个重症 就大幅的就往下滑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只要跟以前维持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施打比例 就可以达成群体免疫的效果 后来确实在南半球 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一个流行 看起来一切决定都在掌握之中 但马上被专家打脸 前机关局长苏毅仁就认为 机关署不可能在今年4月 就得到这些结论 陈时中根本是找了一个说辞 合理化当时的决定 南半球冬季流感到7、8月 才发现病例减少 跟口罩政策或病毒 也难以推论有关联 欧美接种流感疫苗 也都以4成为群体保护力标准 阿中部长说的 疫苗涵盖率达到三成 就能够达到群体保护力 专家说这样的判断不够严谨 政府寄出疫苗环打 看似缓解疫苗不足问题 但其实治标不治本 民众更想知道 为什么4月还来得及采购的时候 没有做出超前部署的正确判断 如今民众卫生习惯可能开始松懈了 政府用年初的病例数推论冬天疫情 也难怪一届看不下去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